因為是全家裕的基金會的成員 他是1960年至1970年參加醫療界的資金捐贈 後來到1970年開始成立了全家裕基金會 他經歷了在同時經濟兩次的變動 一個是成立以後他先在香港然後又到台灣 在台灣投資理系不成功 然後在2002年的時候這個是金融危機 在國內的投資的學校成立 成立的學校以後當時就出現金融危機 賣掉他自己的一個負債 一般人是不會這樣顯示 因為他可以顯示說 譬如說我推出今年 我推出到明年 可以顯示現成 但是呢他最後開始賣掉廣場 賣掉這個前世廣場 來達到他的沉默 他所追求的那裡面精神不滿 他也連續化學 當我看到啊 這個余壯壯壯壯的教學有大 聽到千萬企業者 那女兒的讀書生 無論是經濟效益或精神享受 都比自己不同 他是自然生 他還有一個名言呢 這個是留才於自身 不如吉德於厚 但他不就是 本來自然生 有不已 再次按著 我看著 這裏 我看著